在会议上,面对无计可施的众人,彭老总直接愤怒地拍了桌子,主管后勤的刘居英,很能理解彭老总的心情,开战几个月来,为了保证后勤运输,牺牲在这条战线上的战士,已经不计其数,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沉思了很久之后,刘居英慢慢站起来,对周总理表示,自己想要发言。 周总理点头之后,刘居英面对众人,做了45分钟的讲话,他讲到了铁道兵现在面临的困难情况,也强调了数月来牺牲的战士数字,刘居英认为,解决问题的关键,还是要提高后勤线的战斗力,不能够一味由着别人打过来,所以,他眼含热泪对总理说,我们需要人手,需要材料,需要保卫铁路线的高射炮。 周总理深知,刘居英对于后勤线的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,而且现在前线的形势十万活机。